好 大家好 我現在的位置是在苗栗的台山縣 那前面呢 就是區間測速 今天會來拍這一片是因為剛好前陣子啦 爆出了兩個新聞 那一個是蘇花改 均速137公里的汽車 然後再來呢 台山縣的龍潭段 均速142公里的R3 那這兩個事件呢 其實都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區間測速它的設置本身就是 一個很容易出包的一個設計 不要以為說區間測速它第一次上路的時候 它沒有問題 是這一次重新上路之後它還出包 其實沒有 它第一次上路的時候就一定有出包 只是呢 當時我們不一定有發現這件事情 區間測速它就只是在殘害一般用路人 一般難來北往用路人的行駛權益而已 區間測速沒有辦法真的有效去遏止飆車 真的要飆車的人呢 他了不起停路邊 停路邊稍微對時對一下之後 等時間滿足的再過去就好了 區間測速根本沒有辦法去有效的去防止這個現象 比方說前面這一段 長度4公里 然後呢 你只能騎60 你只能開60的速度 然後走著完這4.7公里的路段 然後再往前面呢 從斯坦到問水這一段 長度8公里 如果說我今天是一個在斯坦這邊的鄉親的話 我要出門 我都要經過區間測速的殘害 我往北4.7公里 我往南8公里 而且呢 區間測速這個東西呢 它的系統就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東西 它前面它起點設一隻相機 它終點在設一隻相機嘛 兩隻相機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時間有對準就可以了 但是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的系統呢 時間永遠對不準 它只要起點跟終點中間呢 只要任何一個相機它的時間失準了 那都會很容易造成我們用路人 然後去收到一個莫名其妙的罰單 起點呢 可能慢個幾秒鐘 終點再快個幾秒鐘 就會收到罰單 我們都知道速度呢 是距離除以時間 速度是距離除以時間 如果說今天這一段路 它的速限是越高的話 這個秒數差距越小 就越容易去放大這個速限的值 那另外一個呢 如果區間測速它的測的路段越短的話 它也越容易出高 那過去呢 可能大家經過這一段台三線的時候呢 大家可能想說 啊 我就路邊稍微停一下就好了 那我等時間夠了 安全的我再過去 但是呢 如果說 我們真的要去檢驗說 這個區間測速它至於是真的完全沒問題 所以我們反而應該要去 用另外一個方法來去做測試 那我等一下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我手機呢 有這個神盾的測速照相 那它上面呢 會顯示 GPS測到的速度 以及區間測速的預留秒數 以及它的寬線值的秒數 前面這一段速限60 那我就從頭到尾 我全部用60公里的速度 給它騎過去 我就不給你壓寬線值70公里 我就從頭到尾用GPS低於60的速度過去 如果呢 我還是照樣收到罰單的話 這代表這區間測速就是出了問題 同時呢 如果你有行車記錄器的話 一樣 進入區間測速起點的時候 鎖擋 出區間測速終點的時候 再鎖擋一次 我們就把這個證據保留下來 區間測速呢 它一定會出包 那 如果差不多 我們看到它出包的話 我們就有非常大的證據 可以讓這個區間測速 這個不合理的東西 讓它下架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開始 我們就開始 瞭力三彎 抬三線 南下起點 請保持平均速度穩定行駛 區間測速終點 區間測速終點 那我呢 已經從頭到尾 都是在60公里左右的速度 來騎完這整段區間測速 那從畫面上面也可以看得到 我不只滿足它的寬線值 也就是速限70公里的這個秒速呢 我還同時滿足了 它在正常的速度下面呢 應該要完成的這個秒速 也就是說呢 我這一段騎完呢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超速 我都沒有超過這個區間測速 它所要的這個速限 也就是說 如果我最後還是收到罰單的話 我就可以來證明說 這個區間測速 它就是有問題的一個東西 它就是會出包 那同時呢 我們除了錄影的這個檔案之外呢 有裝行車記錄器的人呢 你一定也要記得 你在進入區間測速的起點的時候呢 你要記得鎖檔 去把你的秒速把它記錄下來 那個畫面記錄下來 你出區間測速之後呢 你也要把 要鎖檔 要把那個畫面把它記錄下來 要把那個通過區間測速終點的那個時間 把它記錄下來 一樣還是同一句話 區間測速呢 它殘害到的是一般難來北往的用路人 它沒有辦法真正的有效的去遏止飆車的這個行為 真的要飆車的人了不起 就是停到路邊稍微停等一下就好了 停到路邊稍微停等一下 時間過了它的過去就好了 大家好 我現在的位置是在龍潭的台山縣 那這個地方呢 前面就是區間測速 就是在228連假的時候呢 拍出了一台均速142公里的R3的地點 R3到底能不能達到瞬間速度142公里這件事情呢 絕對辦得到的 那R3辦不辦得到均速142公里這件事情呢 我相信基本上也不會辦不到 R3要辦到均速142公里 基本上也不會是太難的事情 但是呢 R3如果要在這個路段 這個時間點 現在這個時間點就是晚尖峰時間點 R3要在這個時段 這個地點 要辦到均速142公里這件事情 我相信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首先這邊呢 晚尖峰的時間 它就在龍潭市區的旁邊而已 就像大家現在畫面上看到一樣 剛剛呢 有稍微一個小小的空檔 過了那個空檔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一堆的車 一堆的車經過這個路段 我也不會跟大家來做測試什麼 我能不能做到均速142公里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這件事情太荒謬了 對於區間測速的這個東西呢 我們都可以看到 它已經出過太多次包 它就是隨機 無預警 無定時 會突然冒出一個大包 來給你 送一個驚喜大禮包 然後呢 還有可能會怎樣 會在兩個月後的時間點 突然寄罰單到你家裡面 然後跟你說 欸你超速了 兩個月後 到底哪一個正常人 會把自己的行車紀錄器存兩個月啦 所以他們現在政府 他們在做的事情 非常的骯髒 非常的下流 就是怎樣 它就是包准 它就是打定你 民眾呢 你沒有辦法自保 你沒有自保的能力 它用這種骯髒見招 我們呢 就是要來對抗這個不公益的體制 我們呢 未來只要經過這些區間測速的這個路段呢 我們就是好好的把我們的行車紀錄器的影像 把它好好的鎖檔 把它保留下來 保留兩個月 根據我們目前的法規呢 兩個月以後呢 就不能進行開單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好好記得 要把這些檔案全部留存好 而且呢 區間測速呢 它只要差短短的幾秒鐘的時間呢 它就可能會造成速度上非常大的落差 有可能呢 有可能像這種一公里的路段呢 有可能呢 我原本 我可能壓在60公里以下 是何處變了 結果呢 就因為差了那幾秒的時間呢 我就突然變成什麼 超速 超速20公里以上 我從原本的罰單0元 跳到罰單1400 甚至呢 有可能什麼 有可能就從60 突然跳到120以上 變成說車子要被扣牌 就像上次那個R3 就像蘇花改裡面 那一台汽車一樣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保留好自己 行車紀錄器的影像 就這樣子 最後呢 針對這次區間測速再次出包的事件 我們推出國家認證均速142公里的T-Shirt 以及區間認證賽車手的貼紙 T-Shirt一件500元 貼紙一張100元 相關款項會用來持續推動下架區間測速 規格及購買連結放在資訊欄 我們下次見 掰掰